这就是在泰国加油啊 你不用下车 不用熄火 直接坐在车上就完成整个加油的过程 你若在国内的话要求你熄火 你还要下来 但是在泰国的话不用了 不用熄火也不用下来 你让它直接加完 甚至连附账的话 你就可以坐在车里面附 扫码就是啊 Scan Scan OK 谢谢 好就可以走了 方便吧 今天中午到那个大螃蟹来吃饭啊 这个大螃蟹在巴铁 对巴铁人的意义啊 就是 呃相当于是一个一个 怎么讲 就像在北京吃 就像在北京吃全聚德一样啊 哈哈那种感觉 现在虽然网红餐厅层出不穷啊 但是这个餐厅啊 在巴铁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到这里来请朋友吃饭就是比较有面子啊 不见得它有多便宜 不见得它味道有多好 但是就是有面子 现在中午 你看泰国人也要在这里 成群结队的 好选了一个最靠海的位置 现在先上个两个菜哈 两个都是咖喱 它这里咖喱炒的特别好 一个是咖喱扇贝 一个是咖喱蟹肉啊 这个多少钱 310 这个310 330 好再看一下海景 这就是巴铁的全聚德 这个炒虾 虾倒是不多 虾是挺大的 1234 大概有五六只吧 这个是250菜猪 据说这一家炒蟹肉啊 在全泰国的话 是唯二的两家炒的最好吃的 一家就是这大螃蟹肉 炒蟹肉 另外一家就是曼谷的健兴酒家 所以能吃到这一口也不容易了 巴铁的泰国餐厅 基本上每一家都有炒蟹肉啊 但是没有一家有这个味道 确实水平在这里啊 哦 健兴比这个贵30% 它是比较贵 哦 健兴比这个贵的多啊 这个就是海鲜炒饭 这个是170啊 这个是今天的硬菜啊 海鲁鱼 寝珍海鲁鱼 470泰国 分量还是比较大的 多吧 应该有 你看八条的餐厅 每一家都有那种海鲜炒饭 但是它那一家你看 海鲜的量特别的足 所以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这个比较经典的海鲜粉饰包 380 都是这么大一只的虾 好 这个生蚝煎蛋 这个270 你看上面 满满的生蚝 海鲜炒饭 海鲜炒饭再配上这个咖喱啊 咖喱蟹 真的是太美味了 绝配 这家餐厅就是每一道菜都很好吃啊 就是没有糟点 但是有个坑 就要提醒大家 不仅是这家餐厅 在泰国所有的海鲜餐厅啊 如果是它菜单上面 这个菜单上面的菜 随便点都没问题 都很实惠 比如说你要点皮皮虾 你就在这上面点 我这个什么一千亿啊 这种 红虾就在这上面点 你把整本菜单都点完都没问题 但是最好不要点那个 羊在海鲜池里面那种生蚝海鲜 价格非常贵 你如果是不到那边去点 你就直接问服务员 你问他我想吃皮皮虾 皮皮虾多少钱 他会告诉你300泰铢 你以为是300泰铢一公斤 但好来个五六只吧 最后接账的时候你傻眼啊 因为300泰铢是100克啊 100克的价格 很多朋友都中招了 我们以前也中过招 最后一算账 这几只皮皮虾的话 可能要五六百人民币算下来 三千泰铢是招的 所以在泰国那些餐厅 好像都有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你点菜单上面的菜 没问题 但是你如果要那种生蚝海� 它给你献猫献做 特别贵啊 比在中国吃海鲜还贵 所以这个肯定要提醒大家注意 大家好 我昨天的视频也讲到 我现在已经买了回国的机票了 那这下我们家离开泰国回国 是不是已经是箭在悬上不得不发啊 这一次走是走定了啊 其实也并非如此啊 如果一个事情一眼望得到结果 我觉得就不好玩了 所以说今天还是想给大家留个悬念吧 我还是有可能留在泰国啊 当然这个概率是比较低的 但是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我上次也讲过哈 我之所以这一次不愿意续签啊 离开泰国 主要就是 基于两点吧 第一点的话 就是我不愿意存两个80万台主 我知道啊 在泰国移民局的规定里面 像我这种情况 我自己养老签 我老婆是一心签啊 挂在我的养老签的下面 我们家只需要主申请人 我存一个80万台主 再加一个啊 夫妻关系的双认证啊 这个双认证是有的啊 我当时给我老婆办一心签的时候啊 就在国内已经做了一个双认证啊 所以我手上是有这个文件的 像我这种情况的话 只需要我一个人存一个80万台主就可以了 但是啊 在巴蒂亚移民局的具体操作中 他往往啊 就会给你再增加一些难度啊 也是一种刁难吧 要求你夫妻两个分别存80万台主 我问了好几个中介 他们咨询了 他们在移民局的那种类线啊 contact 给我的答复都是这样子啊 我就不愿意存两个80万台主啊 我觉得这样就不太爽嘛 对我们中国人就是一种刁难啊 因为他对其他国籍的人啊 他是没有这个要求的啊 是可以只存一个的 但就是针对我们中国人是这样子啊 所以说我不愿意接受这种合理的要求 但是啊 留了一个悬念 我自己的那个账户里面 确实是有一个80万啊 一直都有钱啊 能够满足他一年的啊 关于资金的一个要求 比如说哪几个月40万 哪几个月80万啊 都能满足啊 如果啊 那个时候泰国移民局 他改变了态度啊 允许我们家两个人续签 只要一个80万 那关于资金方面 我是能够满足的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就是我自己本人 我不想自己去办啊 因为我去年 为了给我们全家办签证 去移民局跑啊 经历了太多太多啊 我不想再遭遇这样一个场面啊 遭遇那种很屈辱的那种 那种境遇啊 当然有人说啊 他自己去移民局把养老钱办出来了 这个我恭喜他 我佩服他啊 忍辱负重啊 终于修成了正果啊 我做不到这一点 去年我去办签证的时候 我也幻想通过自己去办那个签证 但是进移民局去啊 刚问了几句 人家就把东西给我扔出来 get out滚出去啊 所以从此以后 我再也不想跟移民局的人打交道了 所以这次杨岚谦的续签 我也不想自己去办啊 我想通过中介去办 但是现在泰国的中介啊 很多都不接中国人的单子了 包括我以前 我自认为私交比较好的 那个语言学校的校长啊 他现在都不接我电话了 也不回我信息了啊 就是不想接中国人的单子了 问了其他的一些中介吧 要不然就是 就是漫天要价吧 报的价格很高 比如说前两天我碰见 我们那个小区里面 新来的一个中国人 他现在办养老签啊 他年龄也到了 也存了80万泰铢 然后想找中介去帮他办 中介报价48000泰铢 我觉得这个价格是非常不合理的啊 在以前啊 也就是三万到三万五之间吧 都可以办啊 现在就直接变成了四万八 还是在你自己存钱的情况之下 所以我的第二个续签的条件啊 就是有中介去愿意帮我跑这个事情 另外呢收费合理啊 能够接受的程度吧 像首次办养老签一般都是三万到三万五千泰铢啊 续签的话一般都是一半的费用啊 大概就是一万五到两万啊 如果是这个价格的范围内 我觉得可以接受啊 如果是超过这个范围的话 那对不起啊 我不跟你玩啊 那个游戏规则确实是你定的 我没办法啊 但是我选择用脚投票总可以吧 到时候直接塞又拉拉太过 这就是我现在对于我们家续签的一个态度吧 好 镜头前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认为啊 我留在泰国的概率到底有多大啊 希望看到你的评论 好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